男一三下第五课 唱反调生字成语 四字语词 鞠躬尽瘁 只做事小心谨慎 不辞辛劳 尽心尽力 利 爸爸为公司鞠躬尽瘁 获得上司的赏识 卑躬屈膝 自贬身价委屈自己去奉承别人 利 无小对上司卑躬屈膝 只为了想要获得更多的好处 弄巧成拙 本想卖弄才能 聪明 魏月反而做了蠢事 比喻枉费心机 利 小少想要帮妈妈煮晚餐 没想到弄巧成拙 把糖倒成盐撒进菜里了 文质彬彬 形容人举止文雅 态度端庄 也用作形容文章内容与词彩并茂 利 表哥戴着细框眼镜 穿着白色衬衫 看起来文质彬彬 极严厉色 言语极破 神色眼里 形容人发怒的样子 利 爸爸急言吝啬地警告我们 不能在马路上乱跑 困兽游斗 比喻处于绝境 仍然奋力抵抗 利 对方已经陷入苦战 但仍困兽游斗 不肯投降 一诺千金 形容信手承诺 说话算数 利 数数一诺千金 在今年夏天 旅行带我们去绿岛福钱的承诺 普天同庆 全天下的人共同庆祝 利 过年期间普天同庆 家家户户都喜气洋洋 碧月修花 形容女子容貌十分美丽 利 表姐长得碧月修花 成为一位知名的模特 一千不值 比喻毫无价值 利 这间房子年久失修 已经变成一千不值的废墟了 以偏概全 以少数的例证或特殊的情形 抢行概括整体 利 新闻报道不能以偏概全 误导民众 明察秋毫 比喻洞察一切 能看到极细微的地方 利 小说中的侦探明察秋毫 不管多困难的谜案都能破解 偷天换日 比喻暗中以假换真 或混淆事物的真相 利 诈骗集团以偷天换日的手法 骗走奶奶所有的积蓄 胡作非为 只不顾纪律 或不讲道理的任意妄为 利 惯心经常胡作非为 总有一天会惹出大麻烦